吹吉避空有辦法,亂擺放東西很驚嚇 家居風水怎樣擺好?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伯伯 好,來到我們星期四晚上旺來伯伯的時間,10時至11時 今晚有現場嘉賓賀漢明師傅,你好 你好,中興又見 一陣子沒見 今晚就上台聊聊天 因為之前我們曾經在電話聊過 有些朋友看到有一集很好的反應 那集就說有些什麼人是苦命的 我們列舉了一些人的樣貌出來 都蠻好迴響 會不會多朋友問,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條件去看,什麼叫命苦 今天我們就來一個類似的延續編 今天我們就更加特別的一些 苦命有什麼情況叫苦命呢 可能有些人就討論為 可能婚姻不好,甚至會離婚 可能就有機會叫苦命 因為有些人來說,一生可能就是追求婚姻的美滿和幸福 說得好,有些人去追求那件事就沒有 這樣就叫苦命 但以我們自己的行業看苦命 尤其是我自己 我看命苦不重要 最重要是福夠不夠 很奇怪,有些人命苦但福很好 咦?那是怎樣? 命苦但福好嗎? 是啊 咦?那如果他福好就不會命苦 當然不是 也不是嗎? 譬如好像很簡單 有些人可能那條命慘得很重要 又被子女拋棄,聽起來沒有什麼福不是的 例如他又生病,又被子女拋棄 又失去工作,身無紛紋 但是他有人收留 例如天橋底 現在香港就掃你天橋底 但有些地方不掃你 例如美國,周界都是螢幕的 你有螢幕住,有周圍的朋友照顧你 你不舒服的話,他們就幫你 即是有社會的忠援 你可以聽起來,嘩,這樣還要福嗎? 也慘的 所以什麼叫做命苦? 命苦就是在這裡 但是他苦得來,是快樂的 例如我真的不是取笑那些要住天橋底的朋友 譬如他住在天橋底,沒有供回 但是他可能去收拾一下膠樽,收拾一下子 有幾元一天 然後跟朋友又開心一晚 第二天去重複 即是無憂嗎?沒有什麼憂 他不去憂,是有憂的 如果我們看,這樣更得了 因為我們說得比較難聽 我們叫做命好一點 我們可以在這裡說話 即是溫飽 那福當然也是好 但是去到這麼極端的話 我就會這樣看 即是他有福氣在最後那裡救回 即是還有一點值得安慰的東西 而且那些是求不到的 有個天橋底給你 你可以說到處都有天橋底 不能見到的 去到天橋底 可能有猛獸的 可能有病趕的 可能還有被政府趕你 但是你去到那裡 你竟然好像快樂鄉 我和大家都是身無紛紛的 大家共同患難的 這些都是福氣聚集回來的 我經常看到天橋底 他們自己畫地圍爐 遮蓋 你看看那些工人 又有沙烏灣餐 什麼都有 你可以說工人也是 那些很多工人 如果不慘就不用過來打工 對嗎 拿你那四千多元 但是星期天 那些同鄉開心到沙烏 你也沒有他那麼開心 那倒是 你又覺得對 所以可以說 一般的命不太好 但這麼極端 我們就用剛才的比例 我聽了一個KOL 最近說了一句話 我都某程度同意 他說現在都經常說 現代人很多 又會有程序抑鬱 又有病 那些情況發生 他說 什麼人 是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或者相對較少 就是窮人 因為窮人 基本上他每天 想著怎樣賺錢 就是重複地去想 我怎樣賺錢 我怎樣可以溫飽 但是 有出現這些抑鬱的人士 很可能是有些錢 有些叫中產 可能會有很多比較 或者是 經常覺得 雖然他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但是他們 因為有了基本的需要 他們不需要想太多 他們生活上的事情 就追求了其他事情 所以令到情緒 不能平衡很容易 但是一些基層的 我每天只需要溫飽 有瓦遮頭 可能已經是開心 我不知道這樣理解 但聽起來好像有些道理 當然有道理 但最近也發生了一件不開心的事情 就是李文 沒錯 就是典型的情況 他物質生活很好 但精神生活很差 才產生了這件事 但你剛才說 是不是窮人一定不會生病 不是 他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可能是比較容易快樂 或者他們沒有那麼多要求 對 去到這個地步 你還敢要求 對 可以說 你收細了你的要求 之後 腹是慢慢會來的 這是真的 但你說窮到這樣 你還要拼搏的話 香港也是很典型的 當然 以前丁蟹也是這樣 這樣也要拼搏 這樣也要拼搏 這是很極端的位置 但如果說起來 命苦 我是覺得 那些是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而且要求 比自己能力更高的東西 我自己在介業做了這麼久 我總括了三件事 一個人最重要 肯定是運氣 你怎麼拼搏我 七成運氣 兩成就是你的天賦 一成努力 慘了 一成是努力 是嗎 慘了 一成就是努力 慘了 大家不用讀書 也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如果有齊了 剛才那七成加兩成的 與生俱來 你家給你的身體 還有你的家產 財富 但你沒有了最後那一成 你可以沒有了 也是 雖然佔比率可能很少 但他也是很有影響性 絕對是學的 所以什麼叫做一命二運三風水 食精五讀書 你不要以為五讀書 就是排第五 其實是比例 你的命是不能改的 一直改下去 就是靠讀書來改命 其實有人說不定 改運 二運 運可以改 所以很多人都說 我可以改運 是可以的 不過問題就是 是不是想像中這麼容易 不是 第三就是風水 四直音就可以 沒錯 不讀書 即是你讀書 改變了你的陰德 然後你的陰德 就是改變了風水 即是你不讀書 你怎麼改變風水 是 改變風水 你就可以改你的運 問題是你的風水 是不是先改變 對 我們今天會說一下 有什麼人容易出現 離婚的跡象 有沒有怎樣可以看到 如果面上或者你看到這麼多人 會不會特別是一個跡象看到的 有的 因為剛剛這幾段時間 就看到那些女士 就在這裡為了婚姻很慘 嗯 那我就 做一個比例 不能夠真的用這個方法 來去斷定對方 一定有離婚的可能性 尤其是女士 是容易看很多的 因為男人是很難的 是不是 我又認輸了 說真的 因為女士是否認輸了外 你可以說女士對婚姻的要求很高 是 男士就行不行也不要緊 最緊要是有女兒 我抱歉 即是結不結婚也沒有所謂 太多男人是這樣想的 結婚也是一樣 但不代表所有 起碼我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先把女士來做一個例子 去講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女士的鼻子很重要 所有的相學都直指鼻子 即是旺夫鼻子 我們不說旺夫鼻子 都要求女士的鼻子是要直的 哦 有折的是不是 對呀 中間有折的 中間有折的原因不是直指婚姻 因為婚姻還要看婚姻工等等 但是被折的女士 她們的脾氣很有趣 即是在死點上過不了 什麼意思是死點 原諒不了男人 哦 有些事情很執著 是 那你也可以說 這些女士在工作上面 也可以很執著 很有能力 其實這個是一個相比例 都不知道好地不好 我看到太多了 事業就好 是啊 但是你放進感情 可能是大件事 是嗎 我為了給朋友 即是我的客人 容易明白些 我說 你呢 將你的婚姻 將你的事業運 拿過來去填補你的婚姻 是 其實如果是用命盤的方法來看 是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因為 我都是想朋友明白些 如果你說有堆了那些學名出來 你們是不會明白的 我說 因為你太厲害 所以你把這個運氣 從你的 就是你很容易做到那個事業出來 但是你就忘記了你的婚姻的運氣 你可以在你的事業裡 拿回一些時間和精力回來 對付你的婚姻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當然要怎麼做才行 但是你起碼有個概念 最容易理解就是 你不要拼命死做 你懂得下班 是 你不要懶惰 做到十點八點 好像現在還在辦公室 這些女人 你怎麼會有幸福 你問我 現在已經上床了 準備搞事 你飯都還沒吃 搞事是幸福 但是 起碼你首先要放下自己 你說明天可不可以做 其實我覺得所有工作都可以做 除了你在烏克蘭 不可以說 如果你不是烏克蘭 你為什麼不下班 你怎麼騙我都騙不到 你說我還有很多事情 明天不能做就死定了 所以 是在騙自己 然後騙公司 等公司就認為你 喵喵喵 喵喵 就升你了 升你你的事運就越來越好 對 就越來越大壓力 所以你就把你的婚姻的時間 拿去那裏填補 是 是 是 但是 你真的做了一些統計 是這類人 就是 鼻是有折的 多數都是 是不是這樣 差不多 真的 但是我聽到一件事 鼻有折是晚婚 是嗎 也是一個對應方法 但是那個 他的能力和性格是改不了的 是 如果他晚婚 他人比較成熟 都可以的 例如我們有一個理論 即是不成理論的理論 如果你的生肖對沖 例如鼠對馬 牛對羊 我當你 如果你二十多歲 三十歲 底下去結婚 一定離婚 你要迷信都可以 有折的那些是嗎 不管他 總之這個是生肖問題 生肖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不是死局 我發現了 原來這些男女士 他離婚之後 找回對方 都是雙衝的話 OK 因愛到 真的不得了 為什麼 不知道 即是之前的衝就衝走了 然後再回來就沒事了 是啊 我當成熟了 會罵 即是之前所犯的錯 自碎了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婚姻就是 找回同樣都是 大你七歲 或者小你七歲的 但是這些就是絕配 我親手處理過幾宗 所以不能說 我也不能問他為什麼 似乎他真的會想 但是很明顯 背後有一些故事 就是曾經 愛情失敗 是 或者離婚 總之第一段婚姻又不行 其實鼻節的女士 都可以是這樣看的 所以晚婚就避了第一個 波羅 那就好 當然 相對是好 如果你不介意晚婚的話 這些理論就等於 你有血缸之災 真的要洗牙 那誰不懂 這些 很像嬰兒般的改運 除了鼻子之外 還有看到什麼 真的婚姻出現問題 是什麼呢 耳朵 耳朵 耳朵有一個外殼 是 這個外殼 就凸了出來 即是在正面 你是看不到整個耳朵的輪廓 我們這個叫輪 然後這個叫鑊 所以叫輪廓 那些女士的鑊 裡面都凸了出來 反出來 男性來說 好像我聽到這些 要這樣說 就是她一定要在 出生以外的地方發展 有這樣的說法 就比較好 事業 如果不發展呢 不發展會不會 都會發呢 我不知道 總之說她們適合於 在香港 你當她是香港出生 她適合於在香港 以外的地方發展 那個鑊反出來 誰是最明顯的 黎明 是這麼說的 心有能靈犀 我也有能靈犀 太明顯了 是她太明顯了 因為她從北京出生 所以她要來香港 所以別人這樣說 很多時候 用黎明做一個參考指標 是啊 但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她 當然 其實當然 面上是要配合很多東西的 但我們現在 就好像管中規炮 他只有一件事來講 你聽了就算了 你千萬不要假裝大師 你肯定 這樣就糟糕了 但是是不是這樣 那個 計劃 真的是這樣 真的 第三個條件就是 純相 純相 我們每個人都是2比3 上唇是2 下唇是3 總會加上 所以不是一半一半 所以是下唇厚一點 是很少的 但是你可以說 如果上唇最薄一點 就是1比4的話 這個女士的口才好到不得了 但是帶點毒 毒舌大狀的朋友來的 Yeah 即是她習慣了看到別人的短處 然後一刀就批下去 所以做事一定可以 你這樣 是實中的 你不能被辯駁 但是她忘記了 原來回到家 對著 對著 對著老公 你不是對著下屬 對嗎 如果比較壞 我們說得賤 你不行 滾下床 那就永世不起 男人被人批判 滾下床就死下床 你坐上來 洪峰不在 這些是心理壓力 那在面上是某程度看到 因為她太強了 因為太強的關係 當然 大多數女士 反而她的門是很有氣的 即是我們的所謂太陽穴 太陽穴凹下去的男士 身體一定會有問題 太陽穴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太陽穴在這裡 雲嵩的位置 雲嵩的位置 所以後面就叫做姦門 即是更太陽穴 這些位置大多數 強的女士都非常漂亮 即使她的婚姻不好 即使她的婚姻不好 即使她的太陽穴一定漂亮 否則她怎樣做女強穴 即是我未見過 凹下去的女士 即是兩眼無神 然後她坐高位 不可能 即是可能是戲劇 或者被人摺上去 你知道做商業的事 有很多農料 摺一個根本不對應的人 在她的高位置 用來補燒 嗯 那耳朵反呢 是等於什麼呢 為什麼她的婚姻不好呢 蛤 沒有了嗎 看完了嗎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一個combo 還有呢 亦都可以上課 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tplay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刀後不刀廢 同時都希望 你可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了